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谁让我想把它当成个话题呢 是你们台湾的一个女人 叫洪秀柱 说洪秀柱呢闭关了几天 在山中静思选举选的焦头烂额 说我得把一些事情想清楚 然后我全文看了 她这八千字的这个反省与承担 就是她闭关一出来 写完这篇文章就表示锁定蔡英文 是要参选到底吗 然后啊 她这个里边提出来的一些话 你别说我给你读一段啊 她说无论马英九 各界有多少不同的看法和评价 她毕竟只兢兢业业 清廉自首 可为什么这样一个人的民调和民间声望 竟然会低于极度贪腐弄权的陈水扁 人民为何如此苛责于马 而宽带于扁 这公道吗 何以李登辉 在每次背信忘义和熟典忘祖之后 却都能得到趋意回护 乃至于她终于敢说出古今中外一个国家领导层级的人所能说出的最恬不知耻的话 而在她背叛国人一笑中外之后 为何范律的朋友还能宽容 他们究竟怎么考虑这个涉及忠诚和公义的问题呢 还有公义吗 还有是非吗 就她的结论是她想来想去觉得台湾病了 而这个病她的归因是什么病呢 就是民粹 她认为台湾现在陷入了一种叫做民粹政治 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什么叫民粹政治 她说 可以因为一个部队管教不当的事件 而把军阀整个都给废掉 她说这就是典型的政治受民粹的操纵 而民粹受谁的操纵呢 主要掌握在绿营人士 以及部分所谓的名嘴和媒体手里 他们整天别别别别别 就是说 就是她的意思就是说 有人跟她讲 台湾人民好骗不好教 不要给他们讲太深的道理 人民是听不懂的 要迎合多数人的想法 才能得到选票 等等 你看这里边就有她的一些忧心 你们明白我想表达什么了吗 对啊 我是赞成她的结论 不太同意她的推论 因为她推论说 因为什么 因为操纵等等 因为没有那么好操纵的 因为老百姓坦白讲 也不一定是笨蛋 她这样表现一些很莫名其妙的 民意调查数字 有她的理由 有她的目标 而且你把时间拉长来看 更是觉得说不是现在的问题 从80年代台湾 1987年解研以前就是这样 我们当时在台湾 你当时还穿着料布 出生了吗 可能还没出生 然后我们看到所谓的民粹 所谓大家上街去争取一些东西 当时早就有人指出 看起来我们没办法 要这样站在桌子上面打架喊 可是有些有些所谓的实惯 不是那什么叫 我就我现在弄明白 什么叫民粹呢 民粹指的就是愚昧无知 头脑简单吗 不是不是不是 我应该这样讲 我们开玩笑 如果在台湾 我们常常会开玩笑 不管我们在朋友聊天啊 只要讲到讲不下去的时候 你就是我们就会讲一句台语 叫做你又是不爱台湾啊 你就是不爱台湾了 你知道这是一种开玩 半开玩笑 但是却非常普遍于大家之间 或者是说你讲到什么 我就是爱台湾 就任何东西啊 你到最后就是 我就是爱台湾 跟我就是 你只要不喜欢他 或者是讲不下去 你就说你就是不爱台湾 然后我只要想做什么事情 想要合理化 我最后就用一个结论 就是我就是爱台湾 所以我才做这件事啊 所以这件事情 其实我觉得 从大家之间的这种开玩笑 你已经知道 这个东西可以上纲上线 到很多地步 为了爱不爱台湾 你可以做一些 我们觉得好像跟我们一般道 不管是道德 或我们学的一些规矩 都不太一样了 就是说就像现在 大小朋友会说 我就是爱台湾啊 所以我要冲立法院嘛 你管你法律怎么规定 对不对 我就是要冲啊 因为我爱台湾 这是我的前提 那这当然也是过去 政党操控 最容易操控的一个地方 因为把这个东西放在前面 因为台湾一直都没有 所谓这种你知道意识 所以民粹这种东西一操纵 很容易 陈日扁才一起选得上 这也是在政治上 最容易被操纵的 我这照我们一句北京话讲 就是很多事啊 就是城门楼子跨不着我了 你那个爱台湾啊 或者说什么爱国呀 那就是城门楼子 可具体你面对的这件事 就叫跨不轴子 这两件事就叫 风马牛不相及 但他们现在很容易 什么都把它放在一起 但是你发现没有 弱小的人 可以从国家民族为名啊 让自己得到一种幻想中的力量 这个人呢 就是你看往往就是这样 好家伙 他把这个 我是为了国家 那为了国家 我打你一拳就打你一拳 但你要不为了国家 你打我一拳 我不敢打这一拳 所以我觉得政治人物 如果例如说 他所谓的绿营 去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这是政治的一个手法 但是他 我觉得他点出另外一个 我觉得是台湾的媒体 如果跟着 跟风做这件事情 那是蛮可怕的 没错 他就说的这个背后的 这个有些搞手啊 我觉得这就 你有点揣着明白装糊涂了 对吧 所谓的 今天就是啊 搞这个假选举的人们 他不就是假这个民粹而行吗 他会跟老百姓 他知道老百姓 会被什么东西骗吗 忽悠的你们吗 假如你说搞假选举的话 根本不需要讲管什么民意啊 所谓假选举 他可以买票 可以凭利益交换 假选举是另外一回事的 你要把那个操纵 所谓的民粹啊 然后来拿到你的选票 那个也叫做真选举啊 他是一票一票的赢回来 可是他把议题啊 把它把它简单化 而且把背后的整个操作的技术简单化 就像刚说爱台湾 爱一个地方 爱一个社会 那他最高标准 那个就是民粹嘛 像美国十九世纪末年 最重要的农民的运动 这是民粹运动嘛 被称为民粹农民 民粹运动 当时的最简单的口号就是说 我们农民要的 不管你用什么方法 你要给我们 假如所以你刚说 到底什么叫民粹呢 你可以这样来定义 只要我们in the name of people 以民意的 以民众的名字 来要求的事情 你不要管对不对 不管错不错 不管程序 不要管代价多少 你要给我 你要让我满足 那个就叫民粹 这就叫民粹 那是从那运动来看 你比如说出了个小三 对吧 假如说就有这么一帮民 都是原配 原配说把他牵到万剐 把他剐了 于是呢 咱就把他圈到万剐 这就叫屈从了运动 对吧 就不是常跟男人讲说 老婆永远是对的 那这句话就是一种民粹 不是吗 就是只要挂老婆之名 那老婆做什么事 都是对的 没有这回事嘛 照理说两人的 男体关系之间 照理说不应该是这样 所以家庭之中 也有这个 也有民粹 你不要打着一个 什么婚姻的旗号 去吓唬人 就这样不敢出轨了吧 要不要进广告 立场的话就有点分解 你看 这会聊天的 说说说就把你带回来 但是我就说 咱们可以看几张照片 我想到另一种门粹 门粹民粹 咱把爱台湾再推广一步 到爱国家 爱中国 那么爱中国 现在也发生了一点事 可以聊聊 咱先看看洪秀柱 你看洪秀柱 反思 你看 再看一张 洪秀柱 小钢炮啊 很多人都觉得 这个人很 这女的本来没戏的 现在仍然要跟蔡英文拼了 她应该感谢我的 我最近写了一个文章 真的在台湾 有人把他们转给他 转给老宋 因为那个蔡英文 蔡英文 他们都要募还 做一些礼物 那蔡英文弄了茶包 小英茶包的时候 那我就写了文章 在台湾的报纸 就说 他们也要弄 像洪秀柱 最适合弄什么 辣椒 不是 面膜 你看60多岁 我经常说 台湾的政治选举的意义 从一个角度来看 让我们清楚看到 台湾微整形的威力 你看 洪秀柱 六七十岁 那个脸皮的紧的白到 我说你就出一款 叫瘦瘦面膜 对不对 然后其实宋楚瑜也是 70多岁 那个微整形 真的多厉害 我说老宋应该送个 老宋回春药 我说老宋牛肉面 我觉得很好 我现在有些朋友都是 至少就是 这都不算整形 把这个眼袋抽了 你知道吗 就是宋楚瑜肯定抽了好几回了 能割的东西都割了 基本上 所以洪秀柱 这也是一个 台湾爱 台湾整形 现在样子 样子是很重要的 你比如说 在选举上一直都是蛮重要的了 要叫我跟他们说 这适用性大和尚 但你不知道人家 现在有没有问题 但是这个样子很成问题 我认为很多人 对人家的偏见 实际跟他的样子有关系 所以你知道 我就想起你们台湾 有个高乌僧吗 就给信徒们抬着 80多岁去整形去了 就说 法相庄严了之后 信徒就多 所以咱们先这也岔开 我跟你说另一件事 这个有个影星 叫梁 不是 范伟奇 范伟奇 在阅兵的那一天 大阅兵的那一天 他秀他这俩孩子 然后呢 引起几万人就在他微博底下跟铁骂他 结果你看范伟奇的反应 他说对不起了 对吧 他说对不起 因为分享了一张儿子照片 大家不高兴了 哎呀 我觉得这个范伟奇啊 真的是跟我很像 不是 不是跟我很像 我觉得这个人很好 对吗 就是 我就好比 我也很喜欢道歉 但是你知道我很多时候道歉 不是因为我认为你是对的 而是因为就是说吧 干这行的 既然我让你们不高兴了 那我就跟你们道歉 你们高兴了吗 在这个意义上 我觉得这个人很不错 但是这要真说起来的话 哎 我那天微博发了一张 我也发了一张 我自己在家下厨炸严肃剂的照片 然后我们就说 呃 什么就是 国家的这个大事件 你还有时间吃炸鸡 我也是被骂翻了 你知道吗 但是没有相当于人家是大明星 但你干嘛不道歉 你心地不好 因为我们没有太多人骂 就是没有他那么多人骂 但是我可以感觉出他的压力 我想说 诶 诈气跟月宾 我做错什么了吗 对 我不可思议的 你知道吗 因为我都不相信有这样的人 你要这样的 就是骂人的这些人 我老在想他们是谁 哎 要按一个人口比例来说 我们公司也应该摊着几个吧 有几个 可是我认识的人类 我不认为他们谁是这样的人 或者说他们背着我 每天晚上在家里 在键盘上登登登 有另一面 我不知道 以至于这个事情 不和就是不靠谱的程度到哪啊 我认为值得讨论的 不是说这个范伟奇 能不能发他两个孩子的照片 在阅兵市 这个都是个 这是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吗 你要说你讨论 哎 在大地震的时候 全国哀悼日那一天 你能不能晒你孩子 你有没有这个权利 我认为这个尚且可以讨论讨论 如果你这么干 至少我觉得 不太明哲保身吧 不太明智 但都未必说你没有权利这么做 可是一个大阅兵 他一个妈妈 放出他两个孩子 我觉得这些人的反应 以至于到了环球时报的评论都说 哎 有些人说呀 这并不是真的妄民 说这是所谓的公知粉 为了凑这些个公知们 故意造成这么一种现象 哎 让人们就是这个 给这个公知找着靶子了 还是怎么着啊 那我觉得这种猜测 也是对公知的一种高级黑 就是他们就说 因为哎 你觉得这问题值得讨论吗 大家还争 这就是刚才洪秀柱讲的其中一个民粹 就是说为什么现在媒体也帮着民粹 也就是说媒体的现在唯一 这是我们以前都讨论过 唯一的一个 或者是比较最倚重的来源 就是网路 那我就 我一直都觉得 网路这些留言的网民 他们是 他们会凝聚成一个声音 但他们真的是主流的声音吗 怎么没有人去 就是去怀疑过这件事情 或者说从其他管道去来了解 到底他们今天说的这些事情 或他们不开心的东西 这些人到底是不是主流的多数 那你如果继续报道 你就真的把它当多数了 因为我如果环球时报报道 我其他媒体跟进 你所引起的这舆论的效果 真的是更大了 那你就真的会把他们 以为是假多数了吧 你说的特别好 所以这就是一个在关注力 吸引力 点击力的经济时代下 我认为这是一个共谋 有没有这么一些网友 或者会有 网友里边什么人都有 但是呢 你的媒体的基本动机 不就是挑事吗 那这最容易挑事了 你挑事点击力就上去了 你把整个这就是一个共谋啊 是吧 咱们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这部份 嘉辉听说这事了吗 有啊 没有 我就想你刚说的共犯 整个共犯 因为任何人说权力就是什么 都是一个共犯结构 共谋吧 共谋 台湾翻译做共犯结构的 所以我就想说 那犯犯呢 第一个 错误在于说 不是说太错误 我说这事情第一个错误 那些乱七八糟的网民 我就觉得当然你没有理由 骂人家剖小孩的照片 那第二个错误在于说 那你干嘛要道歉呢 因为从一个比较高要求的角度来看 我明白很有压力 一定很有压力 那你这样就纵容了他们 我们成功了 我们成功让你道歉了 那我这次追打泛泛 杀回追打又庭 再追打文涛 不要追打我 追打文道等等 那这样其实无休无止 所以像我在一些地方 我通常一个方法 比方说排队 有人插队 买票插队 我除了骂插队的人以外 我一定也骂卖票的人 我跟他讲 他插队 他一定是回答说 没有办法 他插队 我说假如他插队来买票 你不卖给他 他不会插队的 他还花了时间 你不卖给他 他还要再撩回去 排队重新排 你是纵容他们插队 我觉得一样的道理 当然压力很大 假如是我 我也道歉过 可是说 我就想 对啊 因为没有人支持我们 这算我明白 我是纵容坏蛋 可是我面对几万个留言 这就是没有人支持我们 我觉得说 你连接下来报道的媒体 都还支持网民 我觉得这是我们刚才说的 你从网路再报道网民 然后电视新闻再追着网路 然后再追着报纸 所以就等于一连串的 每一天的这个报道 大家都是跟着网民走 什么时候大家觉得 我觉得要看事情 有些时候的确这个网民的声音 我是必须要重视 因为他们可能是表达了 这个不被大众媒体 不被主流媒体所报道的声音 但是不是每件事情都是 你看咱们这个官媒 我就说环球时报上讲 他也承认 有一些网站的调查显示 大多数网民反对这种围攻 有人据此怀疑说 对范伟奇的围攻 是公之粉联合发动的 目的是对爱国主义搞高级黑 我觉得他就是在搞高级黑 他对公之粉在搞高级黑 然后他就是说 但是他这意思就是说 对范伟奇的攻击 不是社会主流的民意 但是是不是社会主流民意 我觉得 他造成了我们聊天主要的话题 对 对吧 你这个事吧 而且现在我就觉得 现在有种爱国主义 新高潮似的 连这个你可以看他视频 你知道这两天吗 泰国一个机场 有一帮中国游客 然后航班延误 航班延误 他们唱起了 义勇军对机场不满嘛 唱起了义勇军进行曲 给你看一段 我看他听了哪个林果独一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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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查了一下 至少这么唱国歌是违反规定的 你去查一下 国歌的奏唱 场合方式是有明确规定的 不可以随便唱 不可以随便唱的 比如说你 而且你唱的时候 至少你要着装整齐 对 态度庄严 而且呢是什么 比如说重大运动会 国际性赛事 运动员得冠军的时候 而且冠军的时候 重大政治性集会的时候 是规定了一些场合的 那如果违反这些规定会怎样 没怎样 就是说二代春天我们航班演武 我要替那些大妈们保留一下 你刚说奏唱 可能那个规定是对于说 一个地方也有演奏 奏跟唱才有这么严格规定 像我们三个人 我突然说我们唱个国歌吧 可能没有违反规定 规定不套用这个 他们也没反规定 我查了 你不要吓他们 我不吓他们 我查了 按照他们的理解 他们也算符合一条规定 在国歌的奏唱场合当中 还有一个场合 就是说 为了祖国尊严而斗争的场合 他们认为 他们当时是在为了祖国的尊严而斗争 他们也可能违反规定 唱走音 我觉得唱得那么难听 误入国旗国歌 不知道哪一次我们去哪个国家 他那个整个奏乐也是奏走音的 这就是又婷 你刚才我就说这城门楼子跨过轴子 很多时候就是啊 哎 你这事是这事 但是呢 你一下国家 民族排起来 你就压死人 对吗 而且就说人觉得你这是怎么情况 所以他们说这是很容易 这最简单的事情 因为你就像我刚才说 我们为什么讲话 讲不过别人的时候 就说 就说你不爱台湾 因为这好像变得很简单 对方就会哑口 我愿意哪儿哪儿 我没有办法跟你 这是很简单一个 怎么讲的一个沟通的方式 所以他们说像红寿桌八千字 他们说你傻了吗 像网民谁看八千字 没错 你八十字他都看不完 我觉得他可能选不上 你这八千字写给谁看 看的人还是那些安静的人 就是所谓在网路上 不会出声的人 因为容易被煽动 很容易激起你情绪 一定是那种很短 很精简的 像口号式的东西 没错 我有时候觉得 我有时候真觉得 就是说 我说我们在这个 强强三十行李 我们呼吁什么呀 我认为看我们节目的观众 都不会是这样的人 你觉得吗 那不看的人 他们也不看我们节目 说也没用 咱说的事大家都理解 对吧 就讲给自己人开心 对你说 不会的 我没那么乐观 这因为我 当我这样说的时候 里面有乐观 有悲观 是纠缠一起 因为你刚刚说了一句话 你说什么 泛泛的事件 什么成为我们聊天的话题 一般人 我觉得 这悲哀在这里 那么明显 不应该去攻击泛泛的吗 难道那一天不能放小孩的照片吗 我说有时候门槛 就是成为大家 门槛低到这个地步 这个会成为 吵架 成为争论 所以以至于连这环球时报都不相信 就是他这个不靠谱的程度 已经到 你想 我还哪天想起 我刚刚听人一八卦 就说你听说 说这个范范 她是怎么样一个妈妈 她是高龄产妇 然后她跟那个黑人 她老公 说在躺床上经常聊自己 这俩孩子 说因为很容易出现危险 发生生命危险的时候 是要妈妈的命 还是要孩子的命 这个范范就说 一定要留孩子 要留孩子 因为我已经40岁了 我什么好事情 我都享受过了 孩子的生命 才刚刚开始 一个她是个弱女子 咱就说 男尊女杯的讲 她是个弱女子 她是个娱乐歌星 她是个美籍华人 她都不是你中国籍的 她一个妈妈 她把自己两个孩子晒出来 我不认为是真的 这个事情 我完全不能相信的 我有点倾向于 环球时报的看法 是不是他们在对 爱国主义高级黑 有些人故意搞的 因为不可思议 枪枪赛人行 广告之后见 你知道我看了一篇 有叫田军霄的人 写的一个文章 那就名字叫 当你不允许别人不感动 你就是法西斯 你说这作者有意思 他跟我一样 他说我想弄清楚 这些骂的 骂这个范范的人 到底是什么人 他就一个一个 点进去这些人的微博 你说他这个发现 我都没想到 他说 我出于好奇 点开他们 结果让我蛮意外的 大部分是女生 而且年纪都不大 都有一个干干净净的主意儿 岁月静好 阳光慵懒 拍一副自拍 然后转头就跑到别人主意儿底下 说祖国这么伟大 你都不敢动 不要脸的汉奸 所以他就说 很奇怪 因为参与骂人的这些小姑娘 在政治上属于不敏感群体 对吧 平常也不会关心时政 正因为如此 当某一时期的时政 变成大热点 且恰好又符合 他们审美偏好的时候 他们就有了正义感 不假思索的 服从于民族狂热的情绪 并认为不赞同的 都是道德上的堕落 这也就解释了 为什么人在集体运动的时候 性情大变 平常政治不敏感的少女 也会在特殊年代成为恶魔 国民普遍谨小甚微的中国 也会爆发文革这样的惨剧 但我都不太相信 他这个发现 有可能吗 小姑娘 应该是说 我们这个之前那个 太亚花运动的那个陈伟婷 不是他就是 当时是大家的 不是要英雄 但是也是塑造出来一个学生的领袖 对吧 但后来他因为要选立委 不是被人家发觉 原来他是个曾经碰过别人 胸部的这个色狼 而且还几次 所以到最后他不得不退选 所以这个落差是不是很大 也就是说 他在这个镜头面前 有这个帽子一给他的时候呢 他忽然间就是 大家觉得英勇无比 但事实上 他的本人的真正的道德感 跟个性 好像跟这个前面 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也就是说 我觉得这个民粹 会很容易让你 我的感觉是很容易让你忘 就是不知道你自己是谁 然后忽然间会有种明星感 跟英雄感出现 因为他非常的伟大 我给你说 没有人可以 我有体会 我参加 后来我参加一些 有现场观众的节目 我有体会 这个你在群众当中的时候 你自己会弱很多 你就比如说 我特别瞧不起 在这个节目里流眼泪的人 但是居然我就发现 当一群人围着你 你说点什么真心话的时候 我都哽咽 你会发生这个现象 或者说在群众的时候 有人害吓着的时候 可是那些小姑娘 没有群众在旁边 接着为您播出健康新概念 我觉得这跟从小 真的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 的思考训练有关系 他没有其他语言 선생님 你们遇见 Kumar 说是 从小学ита 台湾 刚才 这 有 成